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当顺利启动后 退油门出现熄火情况 可继续调节主油针直至恢复正常 常见注意事项三 火花塞检查 若火花塞位正常放电 一般是火花塞掉线或电池缺电 若火花塞掉线 将点火线安装到位即可恢复 若红灯闪烁 代表电池缺电 充电完成即可恢复 常见注意事项四 油路不通 可能是单项阀内部堵塞 需要清理疏通 安装单项阀注意前后方向 清理完毕 油路恢复通畅 常见注意事项五 电压不足 若红灯闪烁 代表电池缺电 充电完成即可恢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